謝謝各位 那個大家的關心 事隔22天首度露面 聲音有點虛弱 廣告導演范可欽 去年12月13號搭乘大都會科育時 司機突然緊急剎車 造成輪椅翻覆 肋骨斷裂三根 緊急送醫後 肺部感染又再度昏迷 我兩次的血胸手術 幾乎在生死的邊緣當中走過一次 那這個是對我來講 我從來沒有知道 自己跟死亡這麼靠近過的一次 所以一個緊急剎車 會造成這樣的一個情況 病情恢復狀況穩定 目前可將手舉起來揮手 想不到一個緊急剎車 會讓他離死神這麼近 范可欽不怪罪司機 希望自己是最後一個受害者 但認為生長者上公車的作業流程 有很大漏洞 我們上來之後 如果按照現在的SOP 要把它固定好的話 要四分鐘 四分鐘這個時間 事實上會造成交通上很大的問題 第一個司機會被吹 他很緊張 乘客會覺得你在幹什麼 為什麼不快一點 范可欽希望仿效國外生長者設計 在輪椅外放置摸字型固定感 避免輪椅翻覆 有同樣的安全系數 可是可以在四秒鐘之內做到 可以去坐雲霄飛車的時候 是不是你坐在椅子上有一個橫桿下來 就把你撐住在椅子上 下來這時間是不是很快 一下來我們人就安全了 預防類似事件發生 范可欽希望能緩解生長者一個搭公車的安全環境 導致他受傷的公車業者也表示能保證負起全責 而未來也將加強司機教育 記者 陳家倫 林玉涵 台北報導